港憲修訂醫生註冊條例 建議放寬非本地培訓港人醫生 無需考執業事在香港註冊 劉偉澤報導 公立醫院醫生人手長時間短缺 現行透過海外醫生註冊制度 來香港的人數很少 2019年只有16人在醫管局或者衛生署工作 令到部分專科服務輪候時間超過100個星期 政府決定出手修例 等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免事註冊 醫生都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例如新加坡或者澳洲 都不一定單一地用一個考試的形式 所以都是有多管齊下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要在認可的非本地醫學院畢業 在當地獲取醫生註冊資格 或者專科醫生資格 申請獲費之後 要再被本地公營醫療機構 包括醫管局、衛生署 中大或者港大聘用 取得專科資格之後 在以上機構工作至少5年才可以正式註冊 而有中期或者初期史專科之力的醫生 離港之後要繼續接受3至5年的專科培訓 至於完全沒有專科資格 就要先在香港接受至少6年的培訓 加上5年在港工作經驗 才可以正式註冊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說 海外醫科生或者會傾向在外地 完成專科培訓才考慮回留 如果人家本身在外地 已經有一個很長遠的發展 自己有個成就 來回香港其實都比較困難 但現在都沒有考試 來香港又那麼容易 我就會覺得可能 他們有部分人考慮 我在歐美先做了專科培訓 我拿了歐美的專科培訓 然後我再回來香港 其實都不是太難 陳肇始重申 會確保有足夠職位留給本地醫科生 法案將會在星期五行獻 下個月提交立法會首讀 有時